明晚午夜一过,我们就跨入2024年 人邪基层组织这两天在全岛多个地点 为7万多居民举办了28场跨年庆祝活动 而当中一些活动也允许宠物入场 在欢乐中共同迎接新的一年 花拉里敦一带首次举办也让宠物参与的新年庆祝活动 包括趣味比赛和宠物美容等 丰富多元的项目 让参与者沉浸在欢乐的节庆气氛中 出席者甚至超出报名人数 这是这次节目的节目 我们很期待在未来的节目 我真的很享受节目 看我们的邺寺是节目的 看所有节目的节目和主持人 我们有一个很厉害的节目 但比拟天地的三天新年庆祝活动 则专注在推动社区领聚力 现场安排了精彩的表演 也设有巨型彩色球池等适合孩子的游乐设施 但比拟天地明天还将在中兴广场 燃放烟花 让居民共同迎接新一年的到来